仰望U8大概是七毛到八毛的一个油耗 这么省油绝对不是奔驰GLS能比你的 任何一款3.0T六缸机都没办法跟它比 相比大概能节省将近一半的油耗了 网友雷言小胡子 本打算一百多万买奔驰GLS 可是又想尝试比亚迪仰望U8 可是又担心仰望U8是新能源车型 怕用不住 怕用个三年五年就不行了 小胡子你给说一说实话 到底买哪个才是正确的 这俩车你买哪个都不会后悔的 都是好车 两台车放在一起仰望U8的气场更足 当然你若是做买卖商务使用 要品牌要面子还是奔驰更好一些 但是你要是纯纯家用 要科技感 要么驾驶质感可玩性极高的 那绝对是仰望U8呀 仰望U8是能文能武 上的老天堂下的老厨房 平时你市区代步上下班使用 油耗也不高 节假日想出去玩越野 通过信仰望U8更是毋庸置疑的 更是他的拿手好戏 并且油耗也不高 大概就是七毛到八毛 这么省油绝对不是奔驰既要能比你的啊 省了将近一半的油耗 那么说到油耗低 很多人说不信这个车大3.5吨重 这么大大家伙怎么可能油耗低呢 我给你算一算 仰望U8只需要加92号汽油就可以 那么奔驰得加95号 今天是12月28日 汽油的单价是92汽油是7.58元一升 我们就按8元来计算 它的油箱容量为75升 那共计花费600元加满 那么满电满油 它的续航可以达到1000公里 纯电续航是180公里 那么这个就不用我继续往下算了吧 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用一下这个乘法 自己一乘就知道了 是不是 有人说它的三电行不行 我跟你说 在三电领域 比亚迪敢说第一 没人敢说第二 它这个可靠性 重熟度 还有安全性 做的都是非常优秀的 仰望U8 涉水深度是很深的 大家在视频里也能看到 它这个包括电池包的一个蜜蜂 绝缘 做的都是非常优秀的 仰望U8 这车呢肯定不是走量的车型 但是它代表 证明的比亚迪的一个高端技术 它走量的是 比亚迪的这个方程爆裹 知道吗 那么满纳街的 奔驰GLS 相比 仰望U8 我跟你说啊 如果是年轻人 你可以买仰望U8 没有任何问题 知道吗 那么私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